一星期一本书 再忙也不忘记充电 晚上好亲爱的你 欢迎你如约而至 这里是一星期一本书 我是文茜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文章 来自作者魏妍 一个人伸到果子里的教养 藏在生活的细节里 前段时间网上有这样一则新闻 温暖了大家的心 3月19日 河南郑州建设路的一辆公交车上 一名小女孩在上车刷卡后 听到余额不足的提示音 转身想要下车 司机师傅方柯看到这一幕 赶紧叫住了小女孩安慰道 没关系 叔叔帮你投币 然后方柯起身从口袋内 拿出一块钱投进了钱箱 到达终点站后 小女孩拿着一只画笔 来到了司机师傅方柯的身边 正当方柯感到疑惑时 小女孩解释说 我们在幼儿园帮助小朋友 老师都会奖励一朵小红花 今天方柯帮助了她 她也想奖励方师傅一朵小红花 于是小女孩拿着红色的画笔 在方师傅的手背上画了一朵小红花 看着手上的小红花 方师傅说感觉心里暖洋洋的 这一幕也同样温暖了网友们 有人在新闻下感慨 可别小看这一朵小红花 它反映了我们国家两代人的国民素质 常听人说 物以善小而不为 物以恶小而为之 一个小小的善举 也许就会成为别人世界中的一束暖光 人最大的教养 不是时刻保持礼貌 谦逊 而是拥有一颗时刻为他人着想的 善良的心 人人都希望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 而这其实也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正所谓 爱出者爱反 浮亡者浮来 你见人一尺 别人便会还你一账 前段时间 长沙一个女孩在打碎餐盘之后 做了一件事 登上了各大新闻网站 还引来人民日报等多家媒体的点赞关注 很多媒体都发出了文章 寻找这位女孩 失手打碎餐盘的女孩 你在哪里 饭店老板要表扬你 很多人看了之后都感到十分好奇 为什么在饭店打碎了餐盘 还会受到饭店老板的表扬呢 原来在长沙市越路区一家餐馆里 一位刚打完菜的女孩 不小心将餐盘和饭菜摔在了地上 看着眼前的一地狼藉 女孩站在原地 不知所措 老板看女孩还是名学生 打翻餐盘 多半也是因为粗心 便没有上前责备 反而安慰了慌乱的女孩 还免费帮她补了一份饭菜 当女孩吃饭完离去后 店员惊讶地发现 桌上整整齐齐地 放着75元现金和一张字条 原来女孩感到十分过意不去 想以这样的方式 为自己的过失道歉 并奉上了赔偿 女孩的这一举动 感动了餐厅老板 这是一件小事 却让我看到了孩子身上的美好 后来老板写了一封表扬信 在微信群里转发 希望能找到这个女孩 把钱退给她 各大媒体也帮着 一起转发了这封信 后来这位女孩 终于被找到了 在媒体的采访中 她表示 是店员先帮助了我 我也只是做了 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对于女孩来说 也许这样的做法 再平常不过 而我们却能从中看出 深藏在她身上的教养 对此 网友们也纷纷为她的行为 点赞 在饭店老板明确说了 免费赠送的情况下 女孩子依然懂事理 为他人着想 主动担当 留下的不仅是一句 抱歉的话语 而是一个文明人 美好素养的体现 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品质 作家梁小生 曾说过这样一句话 所谓文化 就是根植于内心的修养 无需提醒的自觉 以约束为前提的自由 为别人着想的善良 一个真正有教养的人 正应该如此 其实 教养并非虚无缥缈 而是藏在生活的 每一个细节里 每一个人的教养 也不是与生俱来的 而是依靠身边的人影响 和父母家庭的引导 教养其实也是一种传承 人民日报 曾发过一篇文章 点名表扬了一位平凡的妈妈 空荡荡的地铁车厢内 一位疲惫的妈妈 怀抱着熟睡的孩子 因为怕孩子的鞋子 弄脏座位 她把自己的背包 垫在孩子脚下 而这 就叫教养 同样是带着孩子出门 一位独自带着小孩 乘坐飞机头等舱的妈妈 因为怕孩子吵闹 会打扰到周边的客人 于是给周围的旅客 每人发了一副耳塞 和一些小糖果 并附了一张卡片 我刚刚一岁半 这不是我第一次出门旅行了 可是独自带我的妈妈 还是担心我的哭闹 会打扰到你 毕竟飞机气压变化 会让我感到很烦躁 在公共场合打扰别人的 可不是好孩子 我会尽力保持安静的 飞行过程中 小孩子一直很安静 没有吵闹 而这位妈妈的行为 也让其他旅客 感受到了尊重 书外网友 为这位有教养的妈妈点赞 并感慨到 不是因为做头等舱才这样 而是因为有这样的教养 才做头等舱 生活中 很多看起来简单易行的 善言善行 却常常被我们所忽略 但孩子却会清楚地记住 然后模仿下来 所以每一次微小的善 都是一颗光明的种子 种子在不停地生长 善意也会随之传承下去 《新京报》 曾报道过这样一个新闻 在一个停车场里 监控拍下了这样的一幕 一位小男孩 正骑着车 在停车场内穿行 拐弯的时候不小心 撞上了一辆 蓝色小胶车的尾灯 因为小胶车的车主 不在现场 男孩看了看 被他撞坏的尾灯后 骑车离开了 不一会儿 一位女士带着男孩 又返回了现场 留下了一张字条 原来男孩闯祸之后 害怕极了 便连忙回家 告诉了妈妈 妈妈没有责备他 也没有选择逃避责任 而是带着男孩 回到车前 和他一起写下道歉信 教会他如何承担责任 收到道歉信的车主说 当时看到了这个纸条 有点出乎意料 因为很多人碰了车就走了 而男孩的妈妈 却留下了字条 这样的妈妈 给孩子做了一个好榜样 孩子之后 必定是个讲诚信 有担当的人 有时候父母的言传身教 就是孩子最好的榜样 父母自身体现出的教养 就是送给孩子 一生最好的礼物 其实生活中一句简单的问候 一个小小的扇形 一个暖暖的微笑 都是爱和温暖的传递 也都是一个人教养的体现 纵使世界中有黑暗处 也总有人心向阳光 那些骨子里深藏教养的人 无论年龄 无论职业 都是眼里有光 心底有爱的人 这样的人 也一定会被这个世界温柔对待 好了 这篇文章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喜欢这篇文章 欢迎拉到文末 为我们点个赞看 我是文倩 晚安 好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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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